地貌德前书第四章 圣神明明地说 在最后的时期 有些人要背弃信德 听信欺诈的神和魔鬼的训言 这训言是出于那些伪善的说谎者 他们的良心一烙上了火印 他们禁止嫁娶 解决一些食物 这些食物本是天主所造 叫那信仰而认识真理的人 以感恩的心所享用的 因为天主所造的样样都好 如以感恩的心领受 没有一样是可摒弃的 因为样样都是借天主的话 和祈祷祝胜了的 你若拿这些话提醒弟兄们 就是基督耶稣的好仆役 并显出你在信德 和你一向所追随的好教训上 得到好的教育 至于凡俗和老父的无稽传说 勿要躲避 但要在前境上操练自己 因为身体的操练 益处不多 唯独前境在各方面都有益处 因为有今生与来生的应许 这话是确实的 值得完全接纳 我们劳苦奋斗正是如此 因为我们已既往于永生的天主 祂是全人类 尤其是信徒们的救助 你要拿这些事去指导和教训人 不要让人笑看你年轻 但要在言语行为上 在爱德 信德和节德上 做信徒的模范 直到我来时 你要专务宣读 劝勉和教导 不要疏忽 你心内的神恩 即从前因预言 借长老团的副手 赐予你的神恩 你要专心做这些事 全神贯注在这些事上 为使众人看出你的进步 应注意你自己和你的训言 在这些事上要坚持不变 因为你这样做 才能救你自己 又能救你的听众